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可以再给他们推荐一条路 上北大还有一条路 你上北京大学保安大队 17年来你知道吗 北大的保安队里边出了300多个大学生 其中还有最后拿到了硕士什么就研究生的 而且北大这个还不算什么 这家伙书中自有严如玉你知道吗 那就得到中山大学 最近这网上一则美事 一则美事在这个到处流传 说中山大学中大有一个保安 这保安叫杨顺 人家现在已然在瑞典享受免费教育 为什么呢 他本来是一届保安 但是好学 是吧 好学 好学又在学校里 他可以旁听 可以上课学英语 不但学英语 学校还有跟这个外国留学生什么这种学中文的 对吧 反正一来二去 是吧 他也会泡 就是给他泡上了一个瑞典美眉 这个瑞典美眉的名字叫小梦 就中文名叫小梦 而且我查考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 看来虽然是保安 你也要有信心 就要主动出击 他是怎么搭上这个小梦的了 就是说他不是自学英语吗 学英语 所以你在大学里保安 他有机会啊 可以跟外国人聊天 他想跟一看见一个外国女孩正在湖畔独作 就是这个小梦 他想去给他练英语 结果上去打招呼 这个小梦呢 其实跟他呀 也没说英语 因为俩人共同会的语言只有中文 俩人说两句中文 但是第一次小梦还没看上他 就是因为事出突然 就太突然了 瑞典姑娘这个小梦啊 这当时感到害羞 你看这瑞典姑娘还值得害羞 他就是 我以为他们比较开放嘛 北欧是吧 这第一次害羞了 后来第二次 你瞧这保安 他是怎么搭上的 他是坐在一个保安的自行车后座上 碰见一个金发女郎 一个外国女孩 他在旁边 我觉得这有点尽于调戏 还是调侃 说好性感 结果那个妹妹正好又是这个小梦 好了 俩人 结婚了 主要是 这是真的呀 结婚了 所以他能到瑞典 然后他最近跟祖国人民还写信 不是在他的什么QQ日志上还写 你看我在瑞典很快乐 他说我喜欢瑞典的环境 我取得了瑞典的居留 从星期一到五都在学校学习 在瑞典接受教育是免费的 感谢瑞典让我不再是旁听生 我希望有一天能在瑞典上大学 这是我的梦想 首先第一个把保安 看的是一个比较低的职业 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的误解 政治错误 政治错误 你要看过那个电影 那个 终极保镖 对 Winnie Houston 终极保镖 对啊 他就是跟他的保镖 这个恋爱上了 那就是保安嘛 私人保安嘛 对不对 那这个故事 你看在人家的这个文化里边 天晴地义 人家也没说 那个男的怎么 处心积虑的去炮他 什么什么 人家很正常嘛 后来比如说两人分钱 两个关系还不好了 那个演员跟 Winnie Houston 那个男的也是 凯文科斯特纳 那个男演员 凯文科斯特纳 我觉得那个电影 你就我不让看过 我觉得保镖 真是这个反映了女人 全部的意淫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 这个女人 反映了女人 全部的脆弱 就是你看啊 就是说你看 女人想这个男人 有这么一个男人 保镖 为了她的安全 紧张的都疯了 你说这个女的 而且最后 实际上 不惜生命 挡枪口 实际上 这首歌后来一直有 I Always Love You 对吧 等到Winnie Houston 去世的时候 人家老放这个歌 可实际上 这两个人 这两个演员 为了这个片里面的片酬 后来炒翻了 所以 这是真相 另外我讲讲北大的保安 这我是有精神感受 我有一次到北大开会 北大开会 出租车进去了以后啊 到了那个地方下来啊 就有个保安来问我 他说说 你去哪里 我说我去图书馆 就那个 那个 那个 开会的地方 可是这个方向不明了 他就仔细告诉我 怎么走怎么走 告诉我完了以后啊 他就说 他说 您是去开那个 现代文学的 那个什么会吗 我说是啊 他说 你能帮我要一份 这个论文稿吗 他说 那个论文稿的上半部分 我拿到了 下半部分没有了 我天哪 然后 北大的保安 北大的保安 就这么一路送我 原来有这么个目的 我说呢 我手里只有一份 因为我是讲者 我只拿到一份 我说 我帮你去门口看看 有没有 要是没有 我也没有办法了 那我帮他门口看 没有了 那我就跑去跟他说 我说 我也拿不到了 我不能把我这份给你 他就 那没关系 没关系 然后我进去以后 在这个 讲座的时候 我就举了这个例子 我就说 北大 你看这个气氛好啊 我刚才过来的一个保安 问我要论文集啊 现在你说论文集 后来 后来我仔细一想 我说这也没什么 以前 毛泽东不有 也是在这里做管理员的吗 北大图书馆 就算内部保安 是吧 这也是个内部保安吗 也是个管理员吗 这也是一条路啊 是吧 所以不出奇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你不能把它单纯归咎 是 不 单纯把它讲成是一个叫做 进水楼台先得月 我觉得 这件事情更多的是人的性格 像刚才薛老师讲的 可能很多人觉得说 像保安这个工作啊 因为他们可能收入比较低 甚至于司机这个工作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是比较蓝领啊 可能就是你比较不会想到说 他会有什么更好的出路 或给他什么更好的发展性 未来前瞻性 前瞻性 但是呢 我必须说 像我一直觉得司机这个工作 尤其是开私家车司机的 因为我自己 很容易搭上女主人的 不是 搭上女主人 还有简单 还有简单 因为这样讲吧 我全世界跑 那常常要利用到这种所谓的 这种交通工具 我遇到各种不同的司机 当你遇到一个好司机的时候 你真的是如虎天意 因为你去旅行的时候 时间非常短 你需要大量的很多的资讯 很多的帮忙 一个好的司机 你上车之后 他第一个递给你的东西是什么 那个当地的电话卡 帮你买个电话卡 人家已经知道 你用的是什么样子的手机 他事先都会跟那个 可能就先问好 然后你是需要小 那个mini car 还是需要大卡 人家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不是为了挣你的钱 对他来讲 这就是他的服务 进去车子之后 吓喷喷的 冰冻的毛巾 一瓶水 你用不用得到不知道 但是他已经给你 然后地图 然后他身上 他旁边就放了一台那个电脑 随时你要问路 问任何资讯 他都给我两分钟的时间 待会你一下车之后 你再上来的时候 他已经把所有的资料 帮你准备好了 这我觉得像这样的司机 我告诉你 他不可能一辈子当司机的 对 他会当老公的 模范老公 至少也不过如此 老公不会 情人会 这个也是 光美 女主人公崩溃的时候 他起作用 你讲这个事 我现在这么想 很多女的 把老公的标准 定位的刚才这样 但是你看 现在如果专业化程度高了之后 其实这一部分 老公可以不做 对吗 老公专负责跟你谈情说爱 我刚才不是讲 讲的不是老公的问题 我刚才讲的 我刚才讲 是老公给你请的 这么一个帮手 不是 那我们这样子讲 我刚才讨论的是性格的问题 我也有遇过 去一个小区 我去找朋友 然后我到那个 进去之后 我会 保安先生请一下 那个12 非常大的 12 12套楼的 那个什么 币座在哪里 不知道 不知道 我说你新来的吗 不是 我说那你能给我个大带方向 不知道你进去里面问 你往里走就行了 然后像这样子的人的性格 你不管是当老公也好 当保安也好 我估计他 我估计他一辈 他也不可能一辈子当保安 因为我觉得他很快 连保安他都做不了了 我跟你说 这个水平参差不齐 你像你 徐老师 你讲北大的保安 这确实是书书乡门第 我跟你说 我们小区的保安 那家伙素质也很高 绝对是哲学家 他每天想的 每天问的 都是哲学的终极问题 三个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要到哪里去 这是我在微博上看了的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 你看他们都有资料 就说去北大的保安 叫甘相伟 北大保安 考上北大中文系 出版一本书 叫站着上北大 毕业后 成了北京建华实验学校语文老师 还有一个叫贾作胜 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保安 考上山东师大立山学院 安长青北大38楼 楼长 这属于楼长 然后出版民国史话 你看这杨顺去瑞典当女婿 我这个在北大上课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好害怕 因为他除了学生啊 年轻的以外啊 这角落里有至少有那么四分之一啊 是中年人甚至中年以上的人 搞不清楚 那个面貌就完全不像学生 保安队长 我刚去的时候之前就听过 有人说过 讲课要小心啊 有关部门的人会来听你的课 我想想这一定是有关部门的 这个年纪哪像学生吧 后来我休息的时间 我就故意去跟他聊天了嘛 我想我至少跟他套一下近火 他以后打报告的时候 我手下留情一点 我说你哪来的啊 后来听下来才知道 原来北大有一风起 有那么几千人 没有资格读书 在各地考失败了 专门住在北京 住在北大附近的平房里面 很贫穷的房子 到处听课 这个现象已经是很多年 所以这是 现在很多人不是说 北大有腐化险下打官司吗 我得替北大 北大有好的地方 这个传统据说 我们叫北大也有好的地方 五四以来就有这个传统 就是open 他的课堂 不管你进来是什么人 所以全国有那么一批人 他不单是保安的问题 有很多人就是失业 严格讲 就是在别的地方 你要想象这些中年人 他在他的家乡 在他的老婆眼里 他就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就是不甘心做事情 就跑到北京 你干什么 你算什么吗 你这个时候 你还读什么大学 你发什么梦吗 肯定在家里被人骂死 可是这些人 他可能不像你说的 他们那么成功 可能一辈子都进不了大学 出不了书 可是我还是佩服这些人 就我佩服这些人 不单是性格问题 你刚才讲是保安的性格问题 我觉得不是 现在有整个农民工进到城里 保安 社会地位低 他之所以一问三不知 就看到你的名牌 心里就有火大 我跟你讲 就仇富 我跟你讲 我觉得也不一定 我跟你说 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就因为比如说我认为在香港保安的行业 或者在西方发达国家 包括保姆 护工这种行业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 你知道吗 他有什么叫专业 专业就是门槛很高 就像你说的一个司机 你以为谁都能当司机吗 对吧 你到达司机这个程度是很多门槛很高 但是你也要承认我们国家专业化程度还很低 而且他还有一个什么 比如说有的保安 我们家有一个亲戚 住在一个小区 他很有意思 你知道吗 最后把我们家这个亲戚吓坏了 因为有一天楼底下这个保安就打对讲 他说你打对讲干什么 楼底下保安就说 说我媳妇来了 前几天住在别处 现在没法住了 能不能在你们家住两天 你知道吗 就是楼底下的保安 他在对讲里说 他说你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知道吗 你没碰见过 说在哪睡 保安说也没关系 就在你们家客厅打地铺就行 你知道 你看这就是一个从乡土社会中来的人 和碰见了一个城市的家庭 这个碰撞 互相间你想产生的是 我这个亲戚这一家人是整夜的恐慌 他恐慌什么 说这怎么办 说投诉 不敢 因为如果去投诉 假如把他吵了 他可是对咱们家情况太熟了 你知道吗 让他来住 不可能 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你就想了一晚 第二天怎么着 第二天这个家里人就下来 跟这个保安说 就是给几百块钱 你媳妇来 你去住招待所 你去我们家这个人太多 也不敢说 不让他住 你知道吗 我说你说 我没有任何瞧不起保安的意思 我是说 后来我们想 是不是 他怎么想的 他是不是比如说 他觉得村里也不外乎这样 你这个家里人天天跟我打招呼 平常大家关系就很好 总是打招呼 可能过年过节的又有红包 他说这话 说难听一点 从他角度来说 他是相信你 也可能他确实是没办法 也可能是相信你 觉得咱们熟 我家习过来了 很放心 住到你家客厅 我帮你当人 你们家客厅那么大 你们又不睡客厅 晚上闲着也闲着 我们不能睡一下 其实跟徐老师 您刚才讲到说 这个城乡的区别 我觉得 我还是觉得性格使然 你知道我是个夜猫子 我非常喜欢在半夜的时候 出去溜达 而且我溜达的范围 还特别大 那可能会经过一些 那个民宅啦 经过一些办公的区域 你这样说了以后 你夜游的还会到北京 没有到郊区 夜间有人跟你 就是你溜达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那个 你就会发现 其实北京的治安 应该是相当好的 因为你无论是小区也好 什么办公楼也好 晚上已经没人办公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 前前后后都有很多保安 我就特别喜欢去观察 那些保安们都在干什么 当然最大多数的就是 那个 撑着脑袋 睡觉了 这应该是最最隐晦的一种 那也有那种 三张椅子搬起来 睡成大字形的 这种我也见过 然后呢 还有个保安最绝的 我经常看到他 那哥们呢 拿一个智慧型手机 里面就 那个音乐声放得非常大 因为他是在一个 办公大楼的楼下 因为半夜没有人了嘛 他把那音乐放得非常大 而且他自己还一直做那种 就是很高难度的那种舞步 我每次看到去 他就是在那边自娱自乐 是是是 你就觉得这样的性格好 将来有出息 不不不 我不知道有没有出息 就是说 你要怎么打发那个时间 是你自己决定的 我我我常 因为我我以前也觉得 司机的工作 保安的工作很辛苦 但是就是说 你可以选择你看书 你可以选择睡成大字形 你也可以选择很开心 现在的智慧型手机 因为现在的科技太进步了 你可以利用智慧型手机 你可以利用移动型的电脑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不知道 我还是 我觉得 你像那个中山大学 这个保安这个杨顺 你就觉得他性格 至少也是很好色的嘛 也不是说好色 就是他很活泼 对不对 他敢跟一个外国女留学生搭话 敢夸人家 很性感 很漂亮 他也是性格很活泼的 这么一个一个人 有他的性格 是吧 当然这个 要保安都这样 也有点可怕 是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条河 这个镇创造了中国酱酒传奇 古镇老九 上品人生 贵州茅台镇 古镇老九 我接着他这个讲 我也喜欢半夜出去散步 我写东西啊 一定要在外面 也有个折很多 一定要要走 那我曾经有一度住在香港 一个叫加州豪园 就是那个很多爱房子的地方 别墅 这个我半夜就走出去了 走出去以后呢 走了几步以后呢 我就坐下来 我就坐在一个滑梯 就是小孩玩的那个 那个叫滑梯吧 坐在上面 我在想我要写的论文嘛 但是很快呢 我就发现不对劲了 我回头一看 后面站着一个尼泊尔人 你知道原来英军的战士 巨喀兵了 巨喀兵 这么大的一个狼狗 就在后面虎视眈眈的看着我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住宅区里面 有一个男人 中年男人 穿那个短裤 穿那个汉衫 半夜三点钟 呆坐在儿童的狐蹄上 干什么 然后我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 连房卡什么都没有 最后我就走回去 我有钥匙 我开的镜 他才对我笑 之前就非常的凶 这是个很劲直守的 对 我也碰见过 很劲直守的公安 北京的公安 你知道吗 有一次赶得我愣没回家住 把我赶酒店里去了 这个事情 我跟你说 也真是有意思 你知道吗 因为北京有时候开一些很重要的会议 你知道吗 开会期间 我的好朋友住在胡同区 你知道住在胡同的 北京就针着老的四合院里 很多都是高干 你知道吗 然后我有一天 他让我住在他的房子里 他把钥匙给了我 那么我先在他家里聊天 然后我要走过一条胡同 就到他家的另一处房子 我要上去住 然后凌晨三点 我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 我走了一段路 我觉得有车轮子的声音 一辆车 一直开在我的身后 缓缓的跟着我 跟着我 我越走越紧张 我一看胡同还很长 你知道吗 过了一会 他到我前面 四个男的下来 站我的四脚 你知道吗 开始先不说话 就是伴着我走了几步 我就停住了 停住了 上来 要不说我现在略有微词 我虽然我也没敢要 但是你们是不是 也应该出示一下证件的 对吗 这么后给吓 说你在这干什么 我说我回家 他说你家在哪 我说就在这个楼 他说这么晚回什么家 然后 因为他见到我 在掏包 掏包 他很警惕 你包里有什么 你为什么手 老放在包里 对吧 我说我掏钥匙 我掏钥匙 他说你们家门牌号码是多少 这下我傻 因为朋友的房子 我只能就知道怎么走 我说 我领你们走一圈 说不出来 是吧 这个地方 你不要在这活动 你赶快走 赶快走 弄得我回不去了 你知道吗 最后我半夜 凌晨三点多 跑酒店开了个房 自个人住了 他不回你自己家呢 那个时候 我在北京还没有家 还刚来 我刚出差 到北京出差 到朋友家 结果那边 你就不敢回去了 他不让我回去了 他不敢走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说 北京公安很进职的 你知道吗 你住在北京 你可以很放心 这个 我军 从英军的区别 就看出来了吧 大家 这是开玩笑 我是想 从这个婚姻 咱就说婚姻这个事 我说到一什么问题 就是上次 殷能静来的时候 还聊这问题 就没聊下去 就是 是不是门当户对 你看 咱们大家一说起 这个保安 或者瑞典姑娘 为什么引起 这么多人的议论呢 徐老师说的也对 是不是这个中间 也有些人 他潜在的 有一种 觉得保安是低的 瑞典姑娘呢 是高的 瑞典的保安呢 假如这 假如这瑞典姑娘的 爸爸是保安呢 瑞典我没去过 但是咱们现在知道 好像英国人 也是挺讲究 门第的吧 就是 看什么情况 美国 就是很少的人 是讲究门第的 大部分的人呢 真的一般 真的不大 care这些东西 尤其女孩子 女孩子只找上市集团主席 是特定集团 特定人群 特定时期的 特定现象 这种通常是被 家长指定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 其实真的是 非常少之又少 可能发生过一次两次 但是大家就 不断地把它放大 就说 为什么放大呢 说明我们的民众 对这种社会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 文明喜事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